大家好,歡迎收看我的影片 我最近和我妹妹和未來的妹夫 上了去深圳買一些結婚用品 以及上去飲飲食食 如果你是認識結婚的話 我們都想介紹這個地方 叫做筍缸文具玩具禮品批發市場 可以留意一下我的短片 看看會不會可以買到你適合的結婚用品 我們第一站就是去了爐商業城的單桂謙飲茶 其實我們就當這餐是午餐 因為我們去到的時候已經是11點半左右 這間酒樓其實我覺得在設計上是蠻高級的 相比起商業城的其他酒樓來說 而且它的價位是稍貴一點 不過我之前吃過一次覺得好吃 所以就介紹給我妹妹和妹夫 還有這一間酒樓的target的客人真的是香港人 你進去是見到八九成都是香港人 坐下不久的時候 那些視影會派一條熱毛巾給你 我真的沒試過喝茶會有人派熱毛巾給我 我覺得那個service都不錯 這個是那個小材 不是的 我覺得那個金錢套是挺令我surprise的 因為它都挺爽口的 這個是那個點餐的 即是那些點心紙 你看到它都是用反體紙的 很明顯那個對象是香港人 這個燒賣是我推薦給大家的 因為它是蟹子麻辣燒賣 我之前真的沒吃過這個麻辣燒賣 但是很棒 吃下去是很有一個淡的味道 大家可以試一下 它的炸量都不錯的 皮很滑 還有裡面的油炸桂是脆的 那這個是我小時候很喜歡吃的千層糕 也都很久沒吃過了 那不錯 這龍鹹水角的皮呢 都挺厚挺硬的 那就不是說想像中那麼脆 我們還點了一大碟的炒麵 吃完之後真的很飽 是啊 真的連午餐都不用吃了 我們一共點了六樣東西 那就是二百五十塊的 那是有一點點貴 不過它是質素挺高的 那如果你們經過水月城的話 都可以去試一下 喝完茶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做正經夜了 那由羅湖站上車 那坐幾個站之後呢 就會可以來到這個叫做圓嶺站的地方 那其實車費都是好像四元一個人的 那大概坐二十分鐘左右 所以很快就可以去到的了 在這個站呢 大家記得要在D出口出 因為最快可以去到那個 筍江批發市場的 出了站之後呢 大家記得直行 然後去到路口呢 就阻轉 跟著呢 就再直行 見到這個金園街之後呢 你就可以轉右直行 向著那棟黃色的建築呢 出發就對了 大家好啊 我是這次旅程的女主角 我就是來十二月呢 的準新娘來的 那這次呢 那這次旅程最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想上來筍江這裡買一些分價的用品的 那因為呢 我也想省回多點時間 不要在淘寶那裡選擇來選擇去啦 那所以就策勝上來呢 看著實物 還有看價錢 那如果適合心水的話呢 那就在這裡買了所有要用的東西啦 我們第一間呢 就見到這個立興喜慶啦 那其實我們也看到裡面呢 都很多東西都齊全的啦 那不過覺得 難得上來呢 那當然是去多幾間看看啦 那我們也有走過去B座那裡啦 那但是B座那裡呢 就不太適合心水 所以我們就去 去C座啦 那C座二樓呢 呃... 上到去 然後你們轉左 然後再直走呢 走到最盡呢 你們會看到一間叫做 趨氏一家分價用品的 那一進去呢 其實都很驚訝啦 大家都看到呢 它天花板吊著了很多這些 立體的吊色呢 那其實我覺得就很適合 我早上出門的時候呢 呢 佈置這一個 酒店的天花板的 除此之外呢 我也看到有很多的 雷士風啦 不同的大小啦 又有不同的顏色啦 那也都有一些是 茶具啦 那... 還有這個 男女睡衣啦 因為其實我男朋友 原來是沒有買睡衣的 但是我已經買了啦 那還有一些 那還有一些 又有龍鳳皮啊 知而此類 那大家現在看到的呢 就是有一... 出門的時候有用的傘 也都有一些對戀 那其實香港對戀 我都買過的 那其實真的很貴 那現在呢 就大家看到我 今天的收穫是非常之豐富的 我和男朋友都 那老闆都很幫忙啦 那他都算很便宜給我們啦 又打折給我們 又送了一些氣球給我們啦 那後來才知道 原來他都是批發 那些分界用品呢 出去香港的地方 所以呢 大家如果有時間的話 真的可以上去走一趟 真的好多謝呢 我妹呢 客串幫我做龐伯 那希望他的介紹呢 可以提供到 一些有用的訊息給大家啦 那我們買完這些分價產品之後呢 我們繼續去吃好東西的 如果呢 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歡迎收看 我們來買Part2 多謝賽 拜拜